新大楼一栋接一栋盖 建案如雨后春笋 桃圆青铺房价起飞 有民众抱怨看房下定卡也刷了 建商也同意价格没问题 但签约前代销公司却打来说 建商老板对金额不满意 送建不过 价格会比当初谈的还要高 如果不同意 只能退订金 让民众疑惑 难道就是张价起手势 如果付订的话 我会觉得说应该是要 以当时谈订的那个价格 去做成交 我们要单方面解约 我们订金就没了 那今天是他们单方面解约的概念 重谈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任何损失 这样不太OK 代销业者在正式开卖前 前销期先开放下定 说好的价格 建商却想涨 让网友形容 简直像热炒店标十价 还能坐地起价吗 类似状况不止在青浦 新竹竹北也有建案 前销期开价一瓶大约二十八万 有一百多组下定 市场反映好 建商却宣布取消订单 价格全部调涨到单价三十万元起跳 高雄桥头重划区也有类似个案 价格从每瓶十三万元 喊到十九万 可能在前销的时候价格可能也没有那么明确 那只会让客户大概知道一个认局 可能像现在最近房地产很热 那可能建设公司会有一个调价的动作 也都有可能 这个格局是规划十五年的部分 代销业者介绍建案 就算是预售屋 前销期签约也该有保障 万一代销业者或建商片面毁约 消费者可以求助地政机关或消保单位 介入协调或强硬点靠诉讼要求损害赔偿 三星观众不倒